先分享一个我在eBay简陋的经历吧 有时候啊搜到一个商品之后呢 我会习惯性的点一下这个卖家的店铺 看看他卖的其他东西呢都有什么 一来呢是想分析一下这是不是一片子 二来呢是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商品可以一起买下来 这样比较节省运费 经常能够遇到比较奇葩的店铺 点进去一看里面卖的什么东西都有千奇百怪的 后来呢我就发现有这么个门道 比如我捡楼的这家店 售卖的商品种类啊可以说是涉猎广泛 但是呢总体来说都是电子类的产品 我买的这样东西呢算是这家店里边唯一的摄影器材 哎这是怎么个路数呢 我呀也是深挖了才了解到的 大家都知道亚马逊网站上啊 出售的商品是可以免费退货的 当然除了那些三方商家直优的那种 一般啊都是由亚马逊仓库配货的那种退的特别的痛快 这些被自动配货 然后呢退回去的产品是不会再次上架销售的 那这些产品怎么处理呢 哎打成捆按盲盒出手 任何人呢都可以去批发这个退货盲盒 那里边啊具体都有什么产品呢是不知道的 但是呢您可以选择产品的类别 所以呢我估计我搜到的这个卖家呀 他就是做这个买卖的 收的是电子网盒 然后呢再在eBay上再卖 我呢因为知道这个事儿 然后再加上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店呢也经营有年头了 都是这样的产品 虽然产品照片呢都拍的非常随意 就是拿手机随便一摁 但是整体来说呢还是一个靠谱买家 所以呢我也就拍了 最终呢我以相当于市场六折的价格 买到了我看上了很久的这么一个东西 Platipot Max 其实这个产品的状态啊就是一个全新的 只是盒子呢稍微有点脏 所以说呢六折还是挺划算的 好了网上淘便宜货的经验呀就先分享到这儿吧 还是赶回我的老本孩吧 您没看错 这里是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蒂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楼顶观景台的拍摄解决方案 以及失败的拍摄经历 分享的呢不仅仅是摄影技法 更是思路和习惯 城市行者实战课程现已上市 欢迎关注和加入 我在不久前呢登顶了帝国大厦 您别说呀这还是我第一次上去 风景还真不错 位于曼哈顿最中心的区域 在这上面呢可以360度拍摄城市的风景 上礼拜测试的70300镜头的很多样片啊 也是在这儿拍的 那为了这次拍摄呢 其实我可以说是做足了准备的 因为呀这儿有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能使用三脚架 但是呢小型设备是允许的 所以呢我就一直在寻找一个比较完美的拍摄方案 因为呢我计划在这儿拍一段日转夜的延时视频 也就是说从白天会一直拍到夜里 拍摄期间呢相机不能有任何的移动 而楼顶的风啊一般都比较大 所以啊如何保持相机的稳定性呢 就变成了最大的难题了 在精挑细选了很长时间之后啊 我决定带这么两个架子去完成本次的拍摄 先说说这个优兰子MT28迷你碳纤维三脚架 体积很小很轻 转动中间这个位置呢 就可以切换不同高度的模式 让相机可以降到非常低的位置去拍摄 并且呢它这三条腿可以拉长 也就是说高度可以进行微调 最重要的呢是它这个云台带有一个360度旋转的功能 可以拍摄全景照片 需要注意的是啊 这个架子的云台承重比较有限 小一点的相机和镜头呢肯定是没问题 但是呢就恰巧我换了一个70300长焦镜头 使用的时候比较吃力 拍摄延时和长曝光啊基本上不太行 您猜我是怎么知道的 来看看什么是雪的教训吧 这几张照片和延时呢就算是作废了 非常的心疼 拍的时候呢煤台注意看 在拍摄延时和长曝光 特别是在用长焦镜头的时候 微小的移动都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 所以说呢您在购买这类迷你三脚架的时候啊 一定要看它的云台设计和承重 什么碳纤维还是铝合金材质其实都不重要了 云台要是不行 稳定性呢就不达标 而且啊我有点不太喜欢这个旋钮的设计 手感很扎手 感觉啊怎么都锁不紧 我呢已经非常用力的拧了 但是呢仍然可以用手转动这个云台 如果您使用的是手机 卡片相机或者是小点尺寸的定焦镜头 拍个Vlog什么的 用它呢还是没问题的 值得推荐 我呢平时就是随身带着它 碳纤维的这个材质啊 确实要轻很多 而且还很结实 并且呢这个手感很好很温和 特别感谢优篮子给我送册的这个新产品 我呢真是测试了很久 用它也创作了很多作品 平时呢您看我视频里边 架着相机摆桌子上那个就是它 如果要是拍摄延时和长曝光 使用长焦镜头呢 相对来说这个Platy Pot Max 在稳定性上呢可就太强悍了 实际上呢它还有一个比较小尺寸的版本 但是呢我坚信底盘越大 承重越稳 所以呢我就坚持买了这个Max版的 两个尺寸的价格呢 其实也没差多少 它的设计挺简单的 要是有条件呢找个钢板打几个洞 没准呢自己就能做出来一个 当然呢它的缺点是重量 因为呢还要另外再带一个云台才行 像我平时用的这些云台啊都挺大挺重的 但是呢确实非常的稳 好在它在收纳上呢比较方便 就这么一片也不占地儿 这次拍摄中呢我搭载的是 Leo Photo来图的LH40球形云台 所以整体重量上啊加在一起并不轻 主要的重量呢其实还是来自于这个云台的 但是为了稳定这些都能牺牲 Platy Pot呢是由四个螺丝来调节角度的 螺丝两端分别是尖头和胶皮 帝国大厦顶端的这些围栏呀 不怎么平滑 我呢选择尖头的这边 会比较适应这种坑坑洼洼的表面 这两个设备相比较来说呢 Platy Pot的优势 我认为就是它的占地面积非常的小 您看呢把这个三脚架需要插开 才能把镜头塞进栏杆的空隙里边 虽说越低越稳 但是插开的角度就更大 占地面积呢也越大 差一点就超出了这个露台的宽度了 而Platy Pot才用了这么点底 在实际拍摄中呢 其实不仅仅是楼顶 很多地方都没有这么大的面积 可以用迷你三脚架 所以这个大铁片啊相对来说就更实用 更灵活一些了 并且稳定性极高 推荐给所有喜欢延时和长曝光的小伙伴 是爬楼和夜景摄影的绝佳武器 本来是双机位拍摄呀 由于这个长焦机位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出现了严重的位移 最终呢就只获得了这么一个视频素材 好在当晚的日落呢还算是给力 也算是没白忙活 梦幻时刻虽然只短短的出现了两分钟 但是呢也算是值了 视频和照片呢都算是出片了 这个呀可让我开心了好几天呢 这次失败的拍摄经历呢 似乎给了我再去一趟帝国大厦的理由 要知道啊门票还真挺贵的呢 我呢这也就是离着近 要是大老远的来旅游的话呀 可就惨了 所以说呢大家在旅行前 一定要先了解一下 场地对设备的要求 提前做好准备 平时呢对自己手头上的设备呀 做好测试 我的惨痛经历 不希望在您身上发声 祝大家都有美好的旅行会议 感谢收看旅行适应小课堂 我是ID 其实呢我手上有特别多的迷你支撑系统 什么迷你三角架八爪鱼什么的 平时拍视频的时候 也都是堆的满桌都是 有空呢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选购指南吧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每周分享一个关于旅行和摄影的相关内容 咱们下周见